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故事呢 是要从一个诅咒开始 在1941年 当时的苏联人类学家格拉西莫夫 向当时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 递交了一份报告 他希望能够得到准许 开挖一座 已经封闭了500多年的陵墓 陵墓的主人就是当人威震欧亚 可以说是公元15世纪地表第一人的铁墓尔 斯大林对铁墓尔当然不会陌生 他甚至觉得冥冥之中 他跟铁墓尔有某种联系 斯大林的原名并不是叫斯大林 而是叫朱家史维利 他之所以后来改成斯大林这名字 他就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坚硬一些 斯大林在俄语中是钢铁的意思 而铁墓尔在蒙古语中也是钢铁的意思 我们无从考究 斯大林当时取这个名字的时候 是不是参考了铁墓尔的名字 但二者之间在冥冥之中 已经产生了联系 这些都使得斯大林对铁墓尔更加的好奇 据格拉西莫夫说 那时候苏联已经掌握了一项新的技术 可以根据头骨复原当时死者的相报 斯大林很想知道铁墓尔长得到底什么样 而且据说铁墓尔是一个瘸子 斯大林也很想知道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瘸子 责任心很强的格拉西莫夫也提醒斯大林 说当地人都说 这所灵墓中有诅咒 打开他的人就会灾难临头 这些神鬼的事情当然吓不倒斯大林 布尔什维克者都是坚定的无神论者 特别是对于当时的革命统帅斯大林来说 更加不会怕鬼 大家都是同行 谁怕谁 考古队得到了斯大林的准许 就开始开往这所灵墓的所在地 当时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萨马尔汉 当时的乌兹别克斯坦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 所以也是在斯大林的管辖范围之内 考古队很快到达了萨马尔汉 准备开始进行他们的挖掘工作 当当地人知道考古队此行的目的是 为了挖掘铁墓尔的灵墓的时候 他们纷纷加以阻止 并且反复提醒考古队这个灵墓中有诅咒 如果打开的话将有灾难降临 但此时为时已晚 这所灵墓已经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关注 他期待着灵墓的重建人士 领袖的期待就是使命 所以考古队员们别无选择 只好继续挖掘 终于在1941年6月21日的夜晚 已经沉睡了几百年的铁墓尔的灵寝 终于重现人间 考古队员马上对铁墓尔的遗骸进行了科学研究 结果判定铁墓尔确实是一个瘸子 同时科学家们还发现 铁墓尔的孙子乌鲁别克汗是被斩首而辞 乌鲁伯格本人就是个天文学家 而且还惊严占星术 他通过占星术推演 预测出了他的儿子将要杀了他 为此他事先做好了准备 早早的就将他的长子放逐 而立次子为四 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开这场灾祸 但很可惜 人算不如天算 他的长子在被放逐之地发动叛乱 乌鲁伯格还是死在了他的儿子手里 当考古队员打开陵墓的时候 看到了铁墓尔的墓碑 墓碑上赫然写着那条著名的诅咒 打扰铁墓尔安眠者必受诅咒 任何打开这座陵墓的人 都将承受比我更可怕的战争邪魔 其实铁墓尔的陵墓并不是第一次被打开 在他去世以后的三百多年 大概是在公元1740年 当时波斯地区的一位军阀叫纳达尔沙 他就曾经派人打开了铁墓尔陵墓 将铁墓尔的墨绿色的石棺 搬到了他的属地 但没想到在搬运过程中 墨绿色的石棺突然是一分两半 关盖破损以后 纳达尔的王国就开始灾难不断 先是发生了地震 然后又遭到了邻国的攻击 最后纳达尔是接受了宗教专家的建议 将铁墓尔的陵墓又重新安放了回去 这样王国的危机才终于解除 但即便如此 七年以后 纳达尔仍然是遇刺而亡 那么现在苏联人再次打开了陵墓 在不惧鬼神的布尔什维克人面前 那古老神秘的诅咒还会应验呢 就在石棺被打开的第二天 战争爆发了 诅咒应验了 1941年的6月22日 希特勒展开了凶猛的巴巴罗萨计划 入侵苏联 交战一时 苏金是连连溃败死伤惨重 苏联跟德国在这之前 是签订有互不侵犯条约的 但此时迫不及待的希特勒撕毁了条约 悍然发动了对苏联的战争 巴巴罗萨计划是希特勒亲自制定的计划 他不顾当时很多将军们的反对 将军们希望对苏战争可以再晚几年再展开 但当时的希特勒认为 斯大林已经在军队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 这使得苏军的实力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此时攻打苏联 用希特勒的话讲 不过就是踹开一扇门 然后整个破房子都会倒下来 苏军在前线的接连失败 使得格拉西莫夫重新想到了这条诅咒 于是据说他找到了当时苏军的元帅朱可夫 向他详细叙述了铁木尔诅咒的全过程 朱可夫深以为是 马上就报告给了斯大林 这时候已经被德军吓坏了的斯大林 渴望抓住任何一只生过来的稻草 于是他迫不及待的命人 将铁木尔的遗骸放到飞机上 绕莫斯科飞三圈 按照俄罗斯的传统习惯 每次战争之前 他们都要驮着神像围绕莫斯科城转三圈 以祈祷取得战争的胜利 飞完这三圈 斯大林又命令以伊斯兰的礼仪 隆重的重新下葬铁木尔 将铁木尔的林寝 回到他原来居住的地方 这时候距离挖开铁木尔的陵墓 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 铁木尔的林寝归位以后 在1943年的2月份 苏军取得了斯大林格罗保卫战的胜利 战争结束以后 苏联人当然不会说 这一切跟诅咒有什么关系 苏德战争的胜利 自然应该归功于伟大的苏联人民 伟大的红军和他们的英明统帅斯大林 至于诅咒 那不过是巧合而已 其实说是巧合 也说得过去 毕竟对苏作战早已是德军的计划之一 不管这个铃木是否会打开 德国都会进攻苏联 而在将铁木尔的林寝复位以后 苏军很快取得了斯大林格罗战役的胜利 这恐怕也是一个巧合 因为取得胜利的时候正好是在冬季 而冬天寒冷的气候又一直都是 德罗斯人最有力的武器 但不管怎样 铁木尔的林寝还是被打开 它的遗体被取出 最后呢又奇怪的被放回了原处 苏联人这么做 不禁就会让人联想起那条诅咒 或许当时的斯大林真的是怕了 特别是在当时那种紧急的情况下 他或许就是抱着一种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心态来处理的 斯大林的这种恐惧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这个陵墓的主人不是别人 而是铁木尔 是当时十四十五世纪的世界毁灭之王 据统计他的军队在十四世纪的时候 就曾经杀死了总共一千七百万人 相当于当时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五 对于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来说 铁木尔就是死神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铁木尔 以及他的帝国 铁木尔呢是出生在公元1336年 在他出生前的八年 在遥远的东方也诞生了一位牛人 这就是出生于公元1328年的朱元璋 他的父亲是一个城的城主 而朱元璋呢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 有人说朱元璋是回族人 说当年建文帝出走 其实是去天方去朝禁 关于朱元璋是否是信奉伊斯兰教 这方面呢没有任何的史料可以证明 但是却有很多的史料可以证明 朱元璋的父亲祖父信奉的是道教或者是佛教 人比人真是气死人 八岁的铁木尔可能正在家中陪着他的宠物狗玩耍 而已经16岁的朱元璋则刚刚被迫离开黄爵寺 四处去讨幻化缘被全村的狗追着咬 但谁承想几十年以后 朱元璋完成了一个完美的逆袭 他成了大明朝的皇帝 而此时的铁木尔也已经称霸中亚 大明朝建立以后 铁木尔是第一个向大明朝发出祝贺的外国君王 他在给朱元璋写的亲笔戏中自称臣 而在朱元璋死后没多久 他又变成了第一个向大明朝发动进攻的外国君王 他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征服中国这个东方大国 重现当年蒙古帝国的辉煌 而他此时面对的中国皇帝 正是刚刚登基的明成祖朱棣 声称恢复蒙古帝国的铁木尔 也经常声称自己是蒙古人 而且还是黄金家族的后裔 可是史学家们却找不出任何他的家族 与黄金家族的联系 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打开铁木尔林墓的 苏联人类学家格拉西默 他对铁木尔的遗骨也进行了一番DNA鉴定 得出的结论是铁木尔的腹系染色体是J2 这种染色体在蒙古人中极少出现 而大多是出现在中亚的高加索人和车臣人 因此格拉西默夫推断 铁木尔家族是在蒙古吸征过程中 加入到蒙古军队中的突厥人 所以说很可能的是铁木尔并不是蒙古人 他与蒙古没有一点的关系 他也不是突厥化的蒙古人 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突厥人 而且从格拉西默夫对铁木尔相貌的描述上来看 铁木尔也不像是蒙古人 经过复原 铁木尔的身高应该是在1米73左右 骨骼见状 鼻根很高 蒙古眼也并不明显 他的头发是红灰色的 他的这一相貌说起来还没有普京长得更像蒙古人 铁木尔声称自己是蒙古人 很可能是出于他霸业的需要 毕竟在他出生前的150年 蒙古人是欧亚这块土地上的征服者统治者 借助于蒙古人的威名 有利于他的霸业的完成 这恐怕也就是为什么他后来迎娶了西河台韩末代可汗的女儿 入赘了黄金家族 他是黄金家族的女婿 也曾经多次声称自己是蒙古人的后裔 但是呢却不愿真正的与当时的蒙古人站在同一阵线 相反在他出现以后 蒙古帝国的几大韩国 他们最终的命运都与这个铁木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们的灭亡或者是衰退 都要拜这位铁木尔所赐 而作为回报 蒙古人也打断了铁木尔的一条腿 我们以前讲过 蒙古帝国有四大韩国 分别是倭阔台韩国 查核台韩国 伊尔韩国 以及金帐韩国 这四大韩国中的大部分 他们最终的命运都与这个铁木尔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除了倭阔台韩国 倭阔台韩国是成立比较早 但他灭亡的时间更早 在铁木尔出生之前的三十多年 倭阔台韩就说我有事先走了 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倭阔台韩国实际上是被查核台韩国 以及原帝国瓜分了 被瓜分的原因还是出自于韩魏的争夺 当蒙哥继位的时候 托雷系就掌握了权力 而在这次斗争中失败的倭阔台系 则付出了他们应该付出的代价 他们的韩国从蒙哥时候起就开始被瓜分 蒙哥认为倭阔台系后王屡次作难 所以将他的封国一分再分以去其事 到忽必烈成韩的时候 倭阔台韩的孙子海都还联合查核台韩国 清查韩国与忽必烈的原帝国打了几仗 但最终在忽必烈死后 元称宗继位的时候 倭阔台韩国最终势力 被查核台韩国以及元朝瓜分了他的土地 四大韩国中卷入蒙古大韩韩位之争 最多的就是倭阔台韩国 这可能一方面是由于倭阔台和桂游都曾经是蒙古的大韩 后来是被拖雷系夺走了韩位 所以他们一直认为韩位应该是属于他们这个家族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 倭阔台韩国是四大韩国中最靠东边的韩国 也就是最靠近盟主帝国宗主国的韩国 其他的不管是伊尔韩国 金帐韩国还是查核台韩国 他们离帝国的中央政权都比较远 所以不大愿意卷入韩位这招 在西边紧挨着倭阔台韩国的就是查核台韩国 查核台韩国的控制区域主要是在现在的新疆以及中亚地区 西边中亚那部分主要是以农耕文明为主 而东边的新疆部分则还是以传统的蒙古畜牧业为主 慢慢的查核台韩国就发生了分裂 分成了西查核台韩国以及东查核台韩国 后来曾经一度东查核台韩国征服了西查核台韩国 统一以后的大韩胡图尔铁木尔 就派他的儿子耶里亚私活者去统治河中地区 所谓河中地区就是中亚地区 基本就是以前西查核台韩国的统治区域 当时这位大韩还给他的儿子配备了一名副手 他就是铁木尔 再后来胡图鲁木尔病逝 他的儿子东返去参加父亲的葬礼 此时铁木尔与他的大舅哥胡心就联合起来 企图让西查核台韩国复国 在与蒙古人作战的过程中 他的腿受伤 从此成了一个脖子 最终是铁木尔和胡心的一方取得了胜利 他们还扶持了一个黄金家族的后裔 成了新的西查核台韩国的大韩 但这个人不过就是一个傀儡 在这个韩国中 当时地位最高的应该并不是铁木尔 而是他的结义兄弟兼大舅哥胡心 铁木尔的妻子是胡心的妹妹 两个人共同创业 刚开始的时候关系一向很好 再后来随着铁木尔妻子的去世 和对最高权力的争夺 两个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差 最后铁木尔杀死了胡心 并在1370年建立了自己的帝国 就是铁木尔帝国 那个时候他只有34岁 而东查核台韩国 后来又延续了很长时间 一直到了18世纪的初期 才被准格尔部的嘎尔丹所灭 所以说四大韩国中 查核台韩国的一半 实际上是被铁木尔所取代 查核台韩国再往西 就是叙列乌建立的伊尔韩国 统治的是现在的中亚和西亚地区 伊尔韩国一直是原帝国的附属韩国 他们大韩之位 是要得到原帝国的侧风 才算是具有合法性 胡必烈及大韩位的时候 虽然因为与阿里不割争夺韩位的关系 当时的倭阔台韩 查核台韩 以及金帐韩国 都不承认胡必烈的合法地位 但是到了胡必烈孙子的那一代 这些韩国也都承认了原帝国的宗主地位 虽然实际上他们已经是独立的韩国 但名义上他们仍然是原帝国的附属国 这恐怕也就是为什么国际上的很多学者认为 蒙古帝国一直是一体的 序列乌之后 他的儿子的韩位并没有得到原帝国的侧风 他的儿子的儿子就以此为由发动了叛乱 夺取了他父亲的韩位 并且最终是得到了胡必烈的侧风 成了新的大韩 再以后像其他的韩国一样 伊尔韩国也开始分裂 权臣和统将们分别拥立不同的傀儡可汗登位 最终是在14世纪末被铁木尔帝国所征服 在将近百年的时间内 伊尔韩国的主要敌人并不是来自于外部 而是来自于蒙古帝国的内部 他们的主要敌人是他们韩国北部的金战韩国 金战韩国与伊尔韩国的百年争斗 可以说是蒙古帝国最大规模的内斗 也是最终导致蒙古帝国分崩离系的重要原因 想想其实真的本不该如此 金战韩国的奠基者是拔都 伊尔韩国的开创者是徐列乌 徐列乌是托雷的儿子 而拔都与托雷系的关系一直是非常好 是拔都支持蒙哥取代了窝阔台系 继任了大韩 拔都生前一直有一个主张 就是要与托雷系的后裔 世世代代保持友好关系 拔都死以后将大韩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 叫萨里达 当时萨里达还在蒙古帝国的首府哈拉荷林 蒙哥汗册封了他 并且叮嘱他马上返回金战韩国 可等到萨里达回到金战韩国后没多久 他就突然去世 萨里达将韩位又传给自己的儿子 也就是拔都的孙子 但很快他的儿子也死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两位年轻的大韩相继去世 所以后世的史学家们就怀疑这两位大韩是被人杀死的 杀死他的人很可能是后来继任的大韩拔哥的弟弟别尔哥 别尔哥和他的哥哥拔都完全不一样 他并没有继续执行拔哥所定下的与托雷系家族成员世代友好的原则 从那以后伊尔韩国与金战韩国的关系开始交恶 别尔哥与徐列乌之间一直就有私人恩怨 徐列乌非常厌恶他的这位堂兄经常在他面前的那种意志气使的样子 除了私人恩怨一位 两个韩国的利益上也有分歧 当年成吉思汉曾经许诺诸斥 要将阿姆和以西的土地全部作为他的属地 不过做出这个许诺的时候 阿姆和以西的土地还没有打下来 那等于是一张空头支票 到后来徐列乌西征真的打下了阿姆和以西的土地 就是现在的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地区 而且因为徐列乌支持忽必烈登韩位 所以忽必烈就将阿姆和以西的这块土地送给了徐列乌作为他的属地 这样围绕着这块土地 伊尔韩国与金战韩国之间就爆发了矛盾 拔都和徐列乌关系好的时候 大家可以搁置争议 但是现在已经交恶了 这个问题就凸显了出来 除了领土争端以外 两个人之间还有着宗教分歧 别尔哥是蒙古各韩国中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韩王 而徐列乌的妻子以及他的母亲 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四弟之母 呼尔和天尼 他们都信仰的是井教 井教就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 所以在别尔哥的眼里 徐列乌此时已经变成了异教徒 由此两个韩国之间就开始了不眠不休的争斗 这场争斗一直延续了将近百年 因为陷于内斗 这两个在蒙古帝国四大韩中最靠近西方的两个韩国 无暇继续西争 这也是蒙古西争就此停止的根本原因 在这场无休无止的内斗中 伊尔韩国也被大大的削弱 终于是在14世纪末被铁木尔帝国所征服 所以这时候金仗韩国的对手就换成了铁木尔帝国 还是为了争夺阿塞北疆地区 最终铁木尔帝国与金仗韩国之间爆发了一场决战 这就是发生在公元1395年的杰列克河之战 这场大战的结果 铁木尔帝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当时的金仗韩国的大韩脱脱迷失 这次真的被打迷失了 金仗韩国的全部精锐在此战中损失殆尽 铁木尔帝国就是杀入了金仗韩国的首都萨莱 按照他们一贯的做法将萨莱屠城 并几乎将这座城移为平立 从此铁木尔帝国中亚之王的恐怖名声 就在福尔加河流域蔓延 远在北方的莫斯科城这时候是城门紧闭 他们在瑟瑟的发抖中等待着铁木尔大军的到来 但铁木尔并没有来 他对统治这个地区并没有什么兴趣 在扶植了一个傀儡可汗以后 就打道回府了 经此一役 金仗韩国是元气大伤 在他的邻国和藩属面前也丢尽了颜面 从此以后就一蹶不振 在以后的将近百年时间里 他的领地越来越少 不断的被分割 一直到了公元1480年 当莫斯科大公国拒绝向他纳税的时候 他只能勉强的组织了一支军队 也只勉强做到了与莫斯科大公国隔阂对峙 从那以后 这块土地的统治者一主 20年以后 金仗韩国被克里米亚韩国所灭 所以金仗韩国与伊尔韩国 以及后来的铁木尔帝国之间将近百年的争斗 最终的受益者并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而是当年躲在城门里瑟瑟发抖 不断乞讨着铁木尔不要降临的莫斯科人 所以作为俄罗斯帝国的继承者苏联的最高统帅斯大林 真的应该对铁木尔心存感激 令人欣慰的是斯大林真的做到了 而且是以他自己独有的方式 他让人绝了铁木尔的墓 带他出来透透风 而且还大冬天的拉着他 在莫斯科转了三圈 最后又把他疯了回去 九拳之下的铁木尔在地宫之中一定拼命的在写着举报信 他要控诉斯大林仗着有保护动物协会的撑腰 而违反了残疾人保护条例 得到铁木尔帝国间接帮助的 不光是后来的俄罗斯帝国 还有在当时的另外一个老牌帝国 东罗马帝国 那是在公元1402年 奥斯曼帝国围住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军事坦丁堡 此时的东罗马帝国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他的大部分领土已经丧时殆尽 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与其说他是个皇帝 还不如说他是军事坦丁堡的堡长 这一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大军围住了军事坦丁堡 军事坦丁堡积极可危 不出意料的话 东罗马帝国将在公元1402年灭亡 但此时铁木尔来了 铁木尔帝国未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西面 这时候他就采取了擅长的韬钢战术 对着奥斯曼帝国的后方就是一通猛咬 当时奥斯曼帝国的统帅 奥斯曼帝国的第四任君主巴兹继德 无奈之下只能放弃了对军事坦丁堡的围困 转过头来来对付正在玩命韬钢的铁木尔 最终两大帝国之间爆发了安卡拉大战 最终的结果奥斯曼帝国战败 巴耶继德本人也成了铁木尔的俘虏 由此东罗马帝国也幸运的逃过一劫 一直到了公元1453年 重新恢复元气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再次围困军事坦丁堡 此时的铁木尔已经连同他的诅咒一起 被锁在了坟墓之中 已经没有人再为东罗马帝国解位了 军事坦丁堡由此陷落 东罗马帝国灭亡 所以说是铁木尔为东罗马帝国争取了半个多世纪的国作 关于巴耶继德被铁木尔俘虏以后的境况 有一种说法是他在铁木尔那里是受尽了凌辱 铁木尔把他当作脚凳用 而且平时就把他关在笼子里 他的那位皇后曾经的塞尔维亚公主 据说也曾被迫赤身裸体的 当着巴耶继德铁木尔以及各国使节的面跳舞 但持这种说法的通常是欧洲人 在中亚的史书中并没有铁木尔虐待巴耶继德的记载 相反倒是说铁木尔对巴耶继德非常的礼遇 包括对他的那位皇后 那么欧洲人怎么会有这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呢 其实这很有可能是来自于一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是当时的一个叙利亚人 叙利亚当时也是被铁木尔帝国所征服 这位叙利亚诗人也被服务 也曾经目睹了巴耶继德的遭遇 在他后来的诗作中就写道 巴耶继德就像一只龙中的鸟 看见他的皇后在宴会中饮酒而默默的哭泣 他的这篇诗作后来传到了欧洲 被欧洲的教皇根据这个记载写了一本书 在这本书中 巴耶继德像一只龙中的鸟 就变成了巴耶继德被关在木龙之中 而他的皇后在宴会中饮酒 就变成了在宴会中赤身裸体的为别人跳舞 我讲这些只是想告诉大家 有些看似真实的历史事件 如果真的追根溯源屡屡线头的话 就会发现他的出处竟然是如此的荒谬 此时的铁木尔可以说是志得意满 蒙古帝国中的四大韩国 波扩台韩国说我有事先走了 就再也没有回来 查核台韩国分为两部分 西查核台韩国被铁木尔帝国所取代 伊尔韩国被铁木尔帝国所灭 金帐韩国被铁木尔打残打伏 四大韩国中只剩下东查尔台韩国 还在苟延残喘 如果他不是在帕米尔高原以东路途遥远的话 恐怕此时也已经亡国了 铁木尔帝国的西边 不管是奥斯曼帝国 埃及的马姆鲁克王朝 以及法国伯耿地骑兵团 都被铁木尔所打败 此时的铁木尔环顾四周 不由的会从心中吼出那三个霸气十足的字 还有谁 当然还有 那个谁就是在铁木尔帝国东面的 那个同样强大的明帝国 铁木尔在征伐过程中 一直是在关注着明帝国的状况 他知道朱元璋已经驾崩 继位的是他的孙子建文帝朱宇文 很快他也知道 燕王朱棣发动了静难之一 不过他并不看好朱棣 认为朱棣只凭着北京一语 要对抗拥有全国兵力的朱宇文实在是胜算极少 但出乎他的意料 最终胜利的却是朱棣 当他知道朱棣登基的时候 他觉得机会大了 他马上决定立刻放过他手下的拜将土耳其人和埃及人 调转兵力筹备粮草 准备开始对明帝国的东征 因为在他看来 只有征服了曾经被蒙古人征服的中国 他才能够被称为真正的蒙古大汉 同当年蒙古的西征不同 这一次铁木尔的东征还带有着一丝宗教色彩 铁木尔是一名穆斯林 所以对他而言 这次征讨也是一次宣扬伊斯兰教的圣战 铁木尔为这次东征调集了总共号称有八十万的人 而且还筹备了大量的军备物资 可以说是梁基若山马阳成海 1405年的新年 他的先头部队已经翻越了天山 1月6日推进到了伊犁附近 此时离明朝最西边的边境哈密位 只剩下不到400公里 两大帝国之间的世纪之战一触即发 得知消息的刚刚继位的明成祖祖地 马上密令甘肃总兵送胜 说铁木尔大军夹到别十八里来饭 让他们务必做好准备 宋盛是一名边关老将 此时他已经驻守边关二十多年 大战可谓是一触即发 但就在此时铁木尔突然病了 据说是在喝了一顿小酒以后 突然就高烧不退 欧亚最好的医生 面对铁木尔的病情都是束手无策 最终在1405年的2月18日 铁木尔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临终前的一句话就是 不要向敌人示弱 要握紧你们手中的剑 而随着他的去世 他庞大的东征计划 自然也就烟消云散 最终这成了一场未曾爆发的世纪大战 但尽管如此 总有人在猜测着 如果铁木尔没有死的话 那么明帝国与铁木尔帝国之战 最终的胜利者会是谁呢 人们常说历史无法假设 影响一场战争的因素有很多 甚至还有很多偶然因素 所以简单的兵器推演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不过可以肯定的说 如果铁木尔帝国取得了胜利的话 那么中原之地无可避免的会被伊斯兰化 那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吗 我觉得不会 咱们抛开一切军事因素 只考虑一个确定的问题 就是铁木尔的年龄 铁木尔出生在公元1336年 去世的时候是公元1405年 也就是说 他这时候已经是70岁的高龄 在那个时代来说 他绝对是高龄老人了 铁木尔有可能会取得初期的胜利 但中国地域辽阔 征服整个中国绝对不会是短期 所能够达到的事情 而铁木尔已经70岁了 他还能撑几年 而如果他死了 他的这个依靠他的强权和个人威望 建立起来的帝国 会像以往很多的游牧帝国一样 奔崩离析 这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所以我认为铁木尔不大可能 像征服世界上其他地方那样 最后征服中国 因为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在铁木尔去世以后 他的帝国也不出所料的 很快就奔崩离析 忙于内斗的继任者 马上重新宣布对明朝称臣 铁木尔帝国的最后一位君主 铁木尔的孙子巴布尔 在被乌兹别克人击败以后 退到了阿富汗 随后进军北印度 不小心就建立了一个莫沃尔王朝 莫沃尔实际上就是蒙古的意思 铁木尔虽然是一个突厥人 但是他与他的帝国 实际上都很蒙古 特别是在屠戮生灵方面 铁木尔最大的爱好 就是在征服一个地方以后 将这个地方的人全部杀光 将他们的人头堆成人头金字塔 当年他攻陷巴格达的时候 就在巴格达的废墟上 搭起了12座这样的人头骷髅塔 总共用掉了9万颗人头 他攻打西瓦斯的时候 曾经向成功的居民承诺 如果他们现成投降的话 将不让他们流一滴血 他最终确实是信守了自己的承诺 没有让他们流一滴血 他将他们全部活埋了 靠着这些屠杀 铁木尔成就了他的霸业 所谓的霸业 不过就是一个有名的尸体 躺在无数个无名的尸体之上 这一点他真的很蒙古 很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人生最大的快乐 在于战胜敌人 克服敌人 在追逐他们 夺取他们的财产 使他们所爱着哭泣 骑他们的马 搂抱他们的妻女 现在的铁木尔 已经成了乌兹别克人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就如成吉思汗 是蒙古人和少数中国人的民族英雄一样 铁木尔也好 成吉思汗也好 他们与希特勒能有多大的区别 什么是英雄 是那些不计个人得失 反抗暴力 借天下生灵道悬之苦的人 铁木尔成吉思汗算什么 他们只是为了他们个人或者家族的利益 他们就是暴力 是天下生灵道悬之苦的制造者 这算什么英雄 纪念这样的英雄 在我看来更像是弱者的精神麻醉和义吟 不过这些人 当他们在自嗨中 享受了他们先祖的万千荣光的时候 不知是否想过 他们也要承担 他们的先祖曾经犯下的累累血债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